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Vicky和我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中午收市普遍向下 上证综合指数跌13点至2884点 户心322点至3945点 新政成分指数跌28点至11045点 创业板指数跌3点至2136点 恒指方面中午收报23912点跌267点 国企指数跌118点至9716点 大市成交有683亿 这个环节有Samuel做嘉宾 HelloSamuel 你好 Hello 阿姨 今早做港股也是跟着美股夹晚的走势 曾经跌接近400点 蓝筹股方面 看到今天只有腾讯、瑞星等等 升1% 暂时港股跌穿24000点 现在看来仍然是一个想落格局 还是大家都要小心点 暂时来看似乎都算是没什么力 你说外围股市方面 当然又不算是有什么太大的突然间转变的因素 纯粹说回有机会就是 你说某些国家似乎一开始松绑一些社交限制之后 就有机会有一些确诊的个案重新出来了 所以可能美国方面受着这些因素影响着 令到股市仍然升不起 所以旅游股份 或者说邮轮那些娱乐市股份 都会叫做回回来 暂时现在这一件事会是叫做滞爪着的事 同时间可能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都会叫做有些少的隱忧 现在已经是说美国不让联邦基金 去买一些中概股 未来下一步也说要保持着 延长制裁华为的限制 所以即使这些因素 都未有些太明确的方向之下 但整体大市的气氛 都会叫做比较弱一点 所以之前也说到 你说可能尝试碰过24,600 这个横行区间的顶部位置 都仍然是叫做未能打破到 所以基本上 都会维持整个上楼格局 那你说下去 23,500左右这个水平 才叫做有些明显一点的支持 但回来 最近期的蓝筹股里面 你会见到可能本地的板块 都是叫做保持着比较弱一点的 包括一些地产股 因为同时间 你说的赌股和两只重磅股 就是说有邦和回控 都会叫做拖累整个大市 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整体来说 即使你说可能有 腾讯这些叫做科技股 那些的业绩是叫做好过预期都好 那整体来说 那个占比 或者你说那个 成交额的占比方面 又未是叫做 可以叫做 顶得到这几个板块的拖累 所以暂时整个大市都叫做炒股不炒市 那向下往的话 都会叫做 你说二万四千点上不住的话 有机会回去 二万三千五 就直接试回整个华行区间的底部 才叫做见到有个明显的支持 嗯 好啊 刚才也提到 今天蓝筹股里面表现最好的 就是借腾讯 看到今天最高也上到$447 中午收市前升超过百分之一 大家对于它的业绩都表示惊喜 看到很多大行在职后都提升它的目标价 惠正更加看到目标价到$559 都和Samuel说一下它的业绩 看回其实它首季的收入和盈利 亦都分别增长2.6%和2.9% 都超出的市场预期 大家很关注的手油方面 收入亦都是大增6.4% 其实和Samuel 你之前的预期 是不是都充满惊喜呢 今次比起市场的预期 都算是比较厉害 之前你说可能平均 预计手油的增长 都是四成多左右 但今次出来 算是叫做超班 有六成多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就是整个疫情期间 可能留在家里的时候 玩手油的游戏时间 会更多 那就带动整个收入 同时也预计了 可能PC 电脑镜方面 都会比较弱 这是暂时的趋势 但昨天提到 有些重点是要留意的 包括他们说到增值服务里面 即是说视频里面的 那类型的收入方面 成本控制是如何 今次来说 都算是比较强一点 他也提到 整个付出的成本 或者内容成本方面 暗年反而有个下跌 那变成了 这一件事 其实就会支持 整个毛利率方面 已经是差不多 上到六成左右了 整体来说 今次我觉得 整份业绩都算是比较强一点 基于一来 可能手游方面 都是叫做保持强势 但是 这一件事 要留意一点点 就是 未来会不会 在中国自己 逐步开始 叫做重返 这些 上班的一些活动 或者其他经济活动 开始没什么时间 留在家里的时候 那自不然 你说打机 或者看视频的时间 会叫做越来越少 所以 有机会 就可能 第一季这个情况 就不会延迟 或者不会延长到 去到全年那麽久了 那麽可能 你尽量都是 第一 或者第二季 才有这些情况 出到来 那未来 你说 可能都会出些 新的手游 包括 可能叫做 LL的手游版 都会出了来 那这些因素 都有机会 是叫做 可能会吸收 多些少 的国际客户 在那 但是 实际上 那个数字 就不算是 叫做太多 那基本上 可能都是 在国内的玩家 会叫做比较多些 那反而你说 可能会叫做 看回 视频方面的收入 会不会 可以叫做 保持到 那未来他们都有 这些新的娱乐节目 新的视频 是叫做 拍的 那如果他基于 你说那个成本控制 或者内容成本方面 未来都是叫做 可以有效的 控制到 你说按年有一个 下跌的话 那基本上 他们的毛利 都可以叫做 在六成以上 那所以 那样东西算是 叫做比较强一点 那基本上 可以叫做支持 现在的股价 站在 大概40倍PE 不算是太便宜了 但是 如果你说这份业绩 都算是收货的 基本上 可以叫做 算是继续持有 直到你说之后 看看会不会 有其他新的消息 包括 会不会有些 之前受欢迎的 那些人气节目 在拍续集 或者等等 这些因素 才叫做可以推高 你说股价 有机会 尝试回到 之前历史的高位 否则来说 现在曾经也试过 上到440元 这些水平 我觉得 已经反映了 你说 整份业绩 是必须预期的 这个事实 所以 大家都可以留意 刚才提到的 那些因素 包括就是 你说成本控制 未来 是否也叫做 基于 你说手油方面 已经炒了一阵 而且管理层的 预期 都说到 大家开始复工复产的时候 这方面的业务 的增长 一定没有第一季 所以大家 或是大行的重点 都会叫做 慢慢移动 增值服务 包括其他 视频的业务 方便 所以这方面 大家可以留意 好 谢谢Samuel 有这么长进的分析 和你申报 有没有持有的 以上提及 没有持有的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待会有其他直播 节目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